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那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要用的用具有非常的多 就是我们今天要结合我们之前前几堂课所上的东西 我们要来完成今天的这幅青花池 那我们今天的用具有一个是粉蜡笔 那你还会看到一个蓝色的蜡笔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画出青花池的颜色 再来我们需要有水彩跟水彩笔 然后还有你的水彩盒子 那我们也要用刮画笔来画出我们的图样 那还有我们要用铅笔来画出我们的花瓶 再来还要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然后我们要用白胶把它的花瓶黏到我们紫色的纸上面 所以准备好所有的用具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今天的青花池会结合刮画后涂法 还有剪贴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我们需要有多一点的耐心来画我们今天的青花池哦 那首先小孩老师会来教你们先画出我们的花瓶 那因为我们的花瓶啊有非常非常多种样式 所以小孩老师先简单介绍几种花瓶的图案 那我们的花瓶啊会有这种脖子比较细一点的 然后身体胖胖的脚在变细的这种花瓶 再来还有这种长长的就是脖子的 然后胖胖的身体 接下来我们就是这种很像酒壶的花瓶 那你可以画出任何你想要的花瓶就好了 我们只要选一个 那小孩老师拿一个真正的花瓶给你们看一下 那小孩老师因为没有青花池的花瓶 所以我们只能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的花瓶啊通常都是一个圆弧形的 所以啊我们需要找出圆弧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先在这里画一个椭圆形 接下来我们才会找出它的身体的最下面的地方 还有它的头的地方 那我们等一下会画出一个圆柱体的花瓶 那首先先拿出你的一半的白色纸 再来我们再拿出你的铅笔 我们要将花瓶画在这张纸上面 那等一下画花瓶的时候啊 我们记得要填满这一张一半的纸 这样你的花瓶才不会太小哦 那小孩老师会先示范几种不一样的花瓶 等一下我们再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花瓶 那我们画花瓶的时候啊 记得我们要先画出我们的瓶身 那我们的瓶身啊因为是对称的 我们的花瓶不会弯弯的 所以我们先找出一半的线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一半的线的地方 找出你的花瓶的瓶身的形状 比如说我在这里要最宽的 然后我下面要小一点 那我们先画两个椭圆形 接下来如果你的脖子的地方要宽的 我们就画宽的 如果要细的话 我们就画一个小的椭圆形 好那我们找出了三个椭圆形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连起来了哦 那我们如果你的脖子要直直的 我们就先两个直直的 左边跟右边会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先把一边画完 再来画另外一边 那我们就这样把它连起来 那另外一边就要画一样的哦 好 拎完之后 我们这里再可以在它下面再画一条线 这个是第一种花瓶 那我们再来画第二种花瓶 一样先找出你想要最胖的地方 那如果你下面想要一个圆形的花瓶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画一个圆 接下来因为花瓶一样是对称 所以我们找出中心点 那如果你想要上面是瘦瘦的 那我先给它一个大一点的头 再来找出中间的位置 我们把它连起来 这个是第二种花瓶 再来第三种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胖胖的花瓶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这次的头是大的 那我想要让它的这里大一点 那因为一样是要一半 那我们把它连起来 好那我们就会有三种花瓶 你可以自己选择 那等一下小雅老师还会画一个不一样的花瓶哦 好那我们刚说我们的花瓶一定要填满这一张纸 所以我们一样先在纸的一半的地方找出来 找出中心点这条线 你等一下画的时候才不会弯弯的哦 那我这一次我的瓶口想要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要在这里画一个大椭圆 再来我想要在这里是最胖的 所以我找出第二个椭圆心 那你自己决定下面是要跟它一样胖 或是再小一点点 我们就画出来 好了之后我们可以把它连起来 那你会发现啊 我们有些的花瓶啊 它会在这里 会有一个这个形状 就是先找出它的脖子的地方 再来它才会往下包起来 好这样我们会完成我们的对称的花瓶 那如果你觉得刚刚那个方式太难的话 小孩老师再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们一样要先找出中心点 不然你会不知道我们左右两边有没有对称哦 那我们就先在找出最上面的这条线 那如果你的下面要弯弯的 我们就让它弯弯的再来找出胖胖的地方 再来关起来 那因为左边是跟右边长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找出刚刚的相反的位置 好那你会发现这样画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对称 所以小孩老师还是会建议我们画刚刚的那种画法哦 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你要的花瓶之后 我们就要来先把它剪下来 那如果你觉得你第一个花瓶画得不好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翻过去另外一面再画一次就可以了 选择你想要的其中一个 剪下来之后我们要用你的蓝色蜡笔把这个颜色涂起来 那如果你刚刚后面是空白的话 你就涂空白那一面 那小孩老师因为两面都画了 所以我就选择画这一面就好了 那我们拿出你的蓝色的蜡笔哦 接下来我们要把整张涂满 所以就不用管这里的所有椭圆形 我们就先把它涂满 那涂的时候啊 记得不要漏太多的洞洞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把水彩涂上去 那涂完颜色的时候请确认一下 你的洞洞有没有太多 接下来拿出你的这个水彩笔还有水彩盒 然后跟你的水彩 那我们一样要先把水彩摇一摇 让它均匀哦 接下来我们要将我们的这一张花瓶把它涂满 所以我们先挤出一点的水彩就好了 我们不够再加就好了 那你最好找出一个那个废纸 我们垫在上面 这样比较不会涂到你的桌子哦 那我们的水彩啊一样不用沾水 我们要先来把我们的它画上去 那我们涂的时候啊 请让它厚厚的涂上去 那我们等一下要在上面画涂按 所以记得不要露出洞洞哦 我们先涂完第一层 那如果还有洞洞的话 我们再上第二层 那最后一层的涂的时候啊 我们尽量方向是一致的 就是不会有这种交错的线 这样看起来会乱乱的 我们现在要制作的就是刮画 上次我们的刮画刮起来是彩色的 就是在黑色的上面 黑色的下面有一个彩色的底 那我们这次就是白色的底 下面是蓝色的底 最后你可以选择你的 是平的还是直的线 这样才会不会太乱哦 好那我们画完了之后啊 我们就要来开始我们的上面的图案了 那这边有小雅老师画的几个图案 你可以参考看看 或是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范本 还是小雅老师等一下会示范一个简单一点的图案 那我们画完水彩之后 我们就要来画我们青花池上面的花纹哦 那我们的青花池花纹啊 顾名思义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青花 所以我们的花纹啊通常都是以花卉为主 或是一些大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蝴蝶啊或是小鸟 还是一些鲸鱼 这是古代比较常见的花纹 那我们要把它画出来 那小雅老师接下来要画一些简单一点的花纹给你们参考 首先我们要先找出你的花纹的位置 比如说我想要在这里留一个大的圆形的面积 那我们就可以留下来 那剩下的地方啊 那我们就可以先把线条区分出啊 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好画哦 那我们轻轻的刮一条线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上面啊 会有白色的颜料 所以我们不用等它干 我们就可以开始刮了 这样会非常的好刮哦 那你可以准备一张卫生纸 我们把你的卫生纸把这个擦掉 这样你的手才不会全部都是白色的颜料 再来我们先分出我们想要画图案的位置 那我中间想要留一个大面积 我等一下会画一个大朵的花 那我就先把我想要画的地方先画出来 好 区分出我们要的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画花卉啦 这个每一格都是会可以画同一种就好了 就像我们上次画的线画一样 所以比如说这一格的话 我们要画叶子 那我们就可以画重复的叶子 上去下来尖尖的 或是你想要画这种半圆形的也可以 那我们可以画累积这个白色颜料都要擦掉哦 再来叶子啊有叶脉 你的叶脉可以是这种芝芝线 然后我们直接剖一半的这一种就可以了 或是我们想要困难一点的 我们可以让它是这种往上斜斜的 那这些都可以是重复的图形 接下来下一个的话 我们这里啊可能会有白色的 那我们想要让它露出多一点蓝色的颜料的话 我们就可以像刮画一样把它涂满 将它刮一刮 那小孩老师今天给你们的颜料是广告颜料 所以用一般的水彩会比较难画出来哦 好了之后我们来画下一层 那下一层你可以在这里决定 你要是大的面积 或是我再分隔出小块的面积也可以 好那这里啊你可以像画太阳啊 或是像山一样 我们可以画这种 把山脉想成一个图形的样子 就是有高高低低的感觉 或是你可以画出水墨里面那种山脉 有层次的那一种也可以哦 那我想要在这边有一个日出 那小心你的手尽量不要碰到你的脂肪 会全部都变白色的哦 那因为太阳不会有两个 所以我们旁边可以画云啊 那如果你想要在这上面再加线也可以 就像我们上次画刮画一样哦 再来下一层我们可以画我们的花 先找出中心点之后 我们可以画这种简单一点的花 或是你想要比较复杂的 我们就让它中心点是不规则的 接下来我们往旁边绕 绕完之后啊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外面画半圆 那旁边图完一样是可以重复的 或是我们可以画一朵大朵的 或是一朵小朵的 在哪里在这里想画一个想花苞刚开放的样子 我们可以画这个面画半圆 是不是好 啊 那 已经是很漂亮的 好 那旁邊我們就是重複的圖案 那如果你真的想不到要畫什麼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畫我們的線條 比如說我想要畫一個弯彎的正方形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一直往外繞 再來你可以繼續繞或是我們往旁邊再繞回去 往內繞或是往外繞都可以喔 或是我們直接畫一些正方形就可以了 或是我們直接畫一些正方形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上面可以畫一些半圓形 那因為我們今天看的是從正前方看過去的話 所以我們就不會畫出它的洞口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這些花紋啊 是不是要塗上滿版的藍色 所以如果你要塗藍色的話 我們就一樣把它刮完就可以了 或是你在這些線的上面啊 可以再加一些小紋路 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來決定這個最大的圖案囉 那最大的圖案啊 我們可以畫著名的牡丹花或是一些百合花 還是金魚都可以 那小小老師今天來畫一個牡丹花給你們看 我們可以在正中間的地方 先找出我們的花蕊 接下來我們要一層一層的往外畫 這個圖案子 這圖案子是重複性比較多 所以它一點都不難喔 在兩個花瓣的中間我們再加一層 一層一層的往外 那我們邊刮的時候我們的顏料就會越來越乾了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就要再用力一點點 畫到你想要的大小就可以了 好了之後我們可以在旁邊下上葉子 這種葉子可以是這種彎彎的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畫出葉脈喔 那有些葉子它會像這樣 旁邊像羽毛一樣 那或是我們畫一些藤蔓 那或是我們畫一些藤蔓 這樣就會更豐富我們的畫面喔 好那好了之後啊 我們的旁邊可以再畫一朵一樣的 或是鳥畫玫瑰花 像日葵之類的都可以喔 再來我們畫花的時候啊 記得不要兩個是排隊的往旁邊 我們可以一上一下 所以啊另外一朵 露出一半也是沒有關係的 那旁邊我們一樣畫小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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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慢 好那因為這裡有一個空間 所以小葉老師來畫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跟其他的花不太一樣 是因為它的中間的花包會特別的大 所以我們先找出中間花包的位置之後 所以我們先找出中間花包的位置之後 再讓它一層一層的交錯出來 出來 它的花不然是有點重疊的 所以它還是比較會像這種方式長出來 那越外面的花它可能就會越往外 跟這種從中間點往外張開方式不太一樣喔 那你的玫瑰花也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畫出它的枝幹喔 或是你想要讓你的玫瑰花長得刺也可以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畫什麼的話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畫什麼的話 我們就可以以這種不一樣粗細的線條畫出來 那我們就完成我們的青花池的花瓶 那我們現在要拿出你的紫色的紫 我們要來把它放到桌子上面喔 那畫好花瓶之後 拿出你的紫色的紫 再來我們拿出你的蠟筆 我們要把我們的桌子畫出來 先不要將花瓶黏上去 先找出桌子之後 我們再黏上去喔 那我們先決定一下你的花瓶要放在哪裡 下面一點或是上面一點 那因為上面要畫畫 所以也不能放太上去 所以我們放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桌子找出來 你的桌子可以是圓形的桌子 或是我們放在桌子的中間 把這個地方找出來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們要先把這裡連起來 所以你的花瓶可以先拿走 再來你可以自己決定你的桌子 是有沒有花紋的 那我們一樣先把它塗滿 那如果遮住的地方 你不想塗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塗蠟筆的時候啊 一樣要塗滿它喔 那因為這裡放花瓶我就不塗了 那塗完桌子之後啊 如果你的桌子是硬硬的木頭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畫上木頭的線條 那如果你的桌子是軟的布的話 我們就要畫上一些軟軟的布的線條喔 那我這邊是翻木頭的 這邊是翻布的 那我們的木頭啊 它就會線是會非常非常的直 這個是木頭的紋路 那木頭紋路啊 它通常都會有這種交錯的 它通常都會有這種交錯的 你可以在上面畫一些木紋線條 它是會比較直一點點的 那如果你的桌子是有放布的話 它就會比較彎一點 它是會比較直一點點的 所以它可能就會有一種彎彎的線 所以它可能就會有一種彎彎的線 那你就可以選擇一些比較輕柔的顏色 那如果你要格子的布的話 我們也可以交錯 這樣這兩種方式你都可以使用喔 好了之後我們要在下面畫一些它的陰影 陰影啊它不會是黑色的 所以我們只要選擇你的桌子 比較更深一點點的顏色就好 我們輕輕的畫在這個花瓶的下面 好 那我們這樣就會一個陰影產生喔 畫好了之後我們要先把它黏上去 我們再來畫我們的花 那拿出我們的白膠 將你的花瓶反過來 我們點點點 最旁邊的地方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要先沾旁邊 那一樣不要沾太多喔 好了之後我們在中間點上幾個點點 好小心的拿起來之後我們就可以放上去了 你可以決定它是偏左邊一點 或是在正中間都可以 好了之後我們用你的手壓一壓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畫我們的花囉 那我們的花你可以選擇同一種花 或是你想要彩色的花也可以 那小老師畫的是蝴蝶藍 所以啊我們的蝴蝶藍 它的樣子就很像蝴蝶的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畫上蝴蝶 有兩個大翅膀 配上兩個小翅膀 再來蝴蝶藍的裡面啊 會是淺一點的粉紅色 它會越來越深 這樣會有一些層次 再來你可以就用紅色畫它的花蕊 是不是長得跟蝴蝶非常的像呢 那蝴蝶藍也會有大朵跟小朵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畫一些大的小的 那你的花不一定要是粉紅色的喔 你要黃色啊紫色都可以 我畫一朵黃色的 或是紫色的 或是紫色的 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金跟葉子畫出來 你可以選擇淺綠色或是深綠色 在它的你可以畫正中間或是旁邊一點點 先找出它的金的位置 再來蘭花的葉子啊 會長一點點 這種長長的 那如果你不想畫蘭花的話 我們要畫一般的花也可以 一般的話我們就可以畫這種五個花瓣的 再來我們可以選擇要不要把它圍起來 再找出它的花蕊的地方 那一樣會有大朵跟小朵的 那一樣會有大朵跟小朵的 那這種葉子的話 那這種葉子的話 你就可以畫出 寬一點的 那這種葉子的話你就可以畫出 如果你要加上葉麥也可以喔 接下來你可以決定要不要為你的後面加一點滿天心 就是一種小點點的植物 那我們就完成我們今天的青花池囉 是不是結合了我們前幾個禮拜所學的全部的東西呢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小老師的美術課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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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為了 我們下次見 slash